現在過年前了 其實許多業者都會開始準備福袋 要讓民眾來試試手氣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屏東東港這一間便利商店很特別 他們的福袋要抽什麼呢 就是這個照片 可以看到下面這一棟獨棟的別墅 外觀看起來還蠻乾淨豪華的 而且很新 看這邊一樓還有停車位 可以讓你停車 地坪是77.3坪 建坪有105坪 售價多少呢 在屏東這一棟豪宅要價也要3000萬 這一棟獨棟的別墅 竟然是福袋特獎的獎品哦 這間便利商店 舉辦他們的28週年福袋活動 老闆是相當的大手筆 除了特獎要抽這個透天措之外 投獎也不錯 要抽一台轎車 二獎則是要抽一台機車 其他的獎項還有什麼呢 包含了洗衣機、電視、手機 還有家電等等 那這個福袋一個要多少錢呢 其實也不便宜 一個要16880元 這個便利商店業者 陳先生他就說了 因為他自己在屏東東港開超商 已經超過了28年 除了這個超商的規模 已經媲美了超市之外 另外他還涉足了營建業 所以這個別墅其實是他自己蓋的 所以才敢拿出來抽獎 他也算過了一個福袋 現在我們賣16888元 如果他賣出2688個 就可以賺大約4500萬左右 那這個房子呢 價值現在是3000萬 加上這個車子60萬 另外他還抽了6台機車36萬 還有洗衣機等等 電視、手機、平板這些零零總總加起來 兩者相減他還可以賺500萬左右喔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其實也不是穩賺不賠的生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這個福袋 他沒有賣超過2500份 那恐怕就只能抽機車了 因為就是說 必須要賣到一定的數量 才可以抽別墅 不然會不划算 不過還是有不少民眾 都搶著要來試手企 那我們剛剛講到過年 除了福袋 大家最注意的就是尾牙了 其實現在不只企業會辦尾牙來犒賞員工 演藝圈也有辦尾牙喔 我們來看 藝人丫頭詹子晴 他的外號叫做婦業女王 過去有入股這個飲料店 另外他在演藝圈的人氣人員 其實也是相當的好 他從2019年開始呢 每年都會在演藝圈來舉辦尾牙活動 已經連續辦了5年了 那這一次呢 我們看到旁邊的照片 他這一次早來了大概是30位的藝人網紅 每一個人只要交3000元的入場費 就可以在這個大廳裡面 大家一起來分組玩遊戲闖關 贏的人可以拿到紅包 我們看這張照片 女星楊雅筑是晒出了這一大疊的鈔票紅包 並且他說真的是開心到破表 這一次呢 除了找了楊雅筑之外 還包含林靖小Ella 陳天仁 小優 林彈跟溫妮 等等一起來參與 另外今天要辦尾牙的還有誰呢 知名的代工廠 尾創今天晚上 預計要洗開1000桌 破萬名的員工都要來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公司其實也是相當的大手筆 他們尾牙表演 請來了大咖的天后張惠妹到場來獻唱 另外我們看下面 還有誰要辦尾牙 電子代工龍頭紅海 預計在2月4號的時候 也要來舉辦尾牙 就在南港展覽館 他們要來舉辦親子嘉年華活動 預計到場參加的員工會破萬人起跳 紅海其實按照過去的慣例 他們都會包下南港展覽館 一樓跟四樓的兩個場所 是所有電子代工廠裡面規模最大的尾牙 那每年這個紅海的親子嘉年華活動 員工最開心的當然就是抽獎了 因為每位員工抽的獎 基本獎就有1.68萬 就是你到場就可以領到1.68萬 所以堪稱也是代工廠之最 同時呢 他們每年的最大獎 還有百萬元的獎金 以及一些電動車 這些高額獎金呢 還有車子都可以來抽獎 因此呢 這個獎金的總額 也是所有電子代工廠裡面最高的 所以都讓不少人覺得很羨慕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根據人力銀行的統計呢 大家尾牙最想要抽到什麼東西呢 前三名排名也出爐了 第一名當然就是現金 給你錢你想要什麼你自己買 再來就是智慧型手機 轉賣比較方便 另外汽車呢 則是排在第三名也很夯 那觀眾朋友想要抽到什麼獎項呢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然後呢 還有什麼 呢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